今天挑战一下自己在家做咖啡拉花 大家好,我是奶牛小厨 今天是一期咖啡机测评 这个是我618新买的一台咖啡机 刚收到机器等不及就想用了 所以在星巴克临时买了一袋咖啡豆 这款是苏门达腊产的豆子 首先我们需要撑大概18克的咖啡豆倒进豆舱里面 收到之后需要先调整一下研磨度 我一开始是调到4的研磨度感觉流速过慢了 所以又把它调成了7 感觉是刚刚好的 大概是25到30秒的时间 萃取36克的咖啡液是比较良好的状态 接着来试一下它打发奶泡的功能 我看网上很多人说这个奶泡比较难打 确实跟商用机相比的话 它打发的速度会慢了一点 但是打出来的奶泡我个人感觉 如果掌握技巧的话还是很绵密的 今天是一次成功就拉出了大白心 我试了一下用燕麦奶就不太行 最好还是用全脂牛奶 这杯咖啡整体的口感还是很醇厚的 印尼那边产的豆子就不会很酸 因为是生烘的豆子 所以味道会偏焦香一点 今天这个奶泡打的还是蛮绵密的 口感非常不错 自己在家做咖啡并不难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哦